大雅区的中邑里可说是全台仅存的活眷村 里内的多元族群共融相处让人是津津乐道 不仅如此许多历史建筑都保留的相当完整 像是防空洞电影院等等都是值得一窥奥秘 而最近又有处新景点崛起那就是厕所 没错厕所也能成为热门的打卡景点 主播先卖个关子 现在就透过记者的代理告诉你 为何厕所会成为中邑里的新亮点 这一格格四方形的空间高度约在70公分左右 最近成为中邑里的打卡景点 数一数共有11间 可是您知道吗 这里可是厕所 没有屋顶的厕所您敢上吗 很好笑的真的 这东西看着这种马桶 这么小的 这么精致 非常非常地可爱 如果你敢上吗 我的话是会比较 比较会羞涩 还小啦 以前我们这里算是偏箱啦 因为经费有限啦 无论说有这么好的那种 做到明年就算很精致 也符合老师块的厕所里面 所以在厕所里面 可以看到他所有的那个 比较不会有小孩子在里面 出什么问题啦 精致的一个厕所 一个小马桶 你看大人 那么小 也符合一个小孩子的身高 这样子大人有办法上吗 大人咱们没办法上这个 坐上去都没办法 怎么可能会怎么上厕所 当地里长打开小门 想象在上厕所的情境 直说要是人来人往 绝对是不敢上 这里是中益社区活动中心 在几十年前是一间幼儿园 所以才会盖出这间迷你厕所 当地里长表示 当初是里面字幕经费 筹多少就盖多少 才会出现这个没有屋顶的厕所 看到那么小的一个小马桶 当然也是蛮可爱的 所以我们社区也都尽量 把它维持一个最清洁 最整洁的一个原状 那现在幼稚园厕所之后 我们社区在利用上 因为那个适合小朋友的 我们大人都很难去使用 所以看看能不能有相关的经费 来让社区来做一些改建 这迷你版的洗手间 十一间完全没有屋顶 保存的相当完整 而且还是可以使用 不过却没有人敢使用 里长表示 每天都有志工在这里清洁维护 会意外的爆红 始料未及 想要观赏这三十年前的厕所吗 您可以走一趟中意里 来一场惊奇又神秘之旅吧 凯博中正新闻 陈阳源 大雅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